在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中,魏力皇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,小时候,魏力皇从瘟疫中逃过一劫,长大后成为蒋介石手下领兵百万的将军,而万年回到大陆,安葬在八宝山。 1897年2月16日,魏力皇出生在河肥东郊的魏阳村,在他八岁那年父亲死于瘟疫,之后,家里靠着大哥维持生活,魏力皇理解家中艰辛,读书非常刻苦用功,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 1914年,17岁的魏力皇去汉口投靠亲戚不成,无奈之下,报考了湖北陆军学兵营,竟然录取了,正是这个无奈之举改变他的一生。 1914年,第二年他转入越军当兵,当了小班长。后来他到了越军许崇志的部下,由于作战勇猛魏力皇,获得了许崇志的青睐。 不过1925年许崇志被蒋介石驱逐,在改变部队时,魏力皇,从旅长变成了少将团长,师徒不顺。 毕竟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,这也可以理解,那么,后来蒋介石为什么有突然青睐魏力皇了呢? 这跟魏力皇的夫人有很大关系,1928年,魏力皇去了夫人朱运衡,两人育有两个孩子。 这个朱运衡可不是寻常女子,她是美国留学海归,而且更宋美玲关系很好,朱运衡见宋美玲都不需要通报,如此一来,宋美玲自然要替魏力皇美颜,之后几年里,魏力皇一路高升。 1939年1月,魏力皇达到了人生巅峰,将近时任命他为第一战区司令官,作战区域涉及六省,可以调动的。 兵员达到114万,是真正的佣兵百万,可惜的是在这年10月,朱运衡病逝了。 少了夫人的普佐,魏力皇也逐渐和蒋介石渐行奸远了,起初宋美玲和蒋介石,也试图替魏力皇作媒,取孔详细的二女儿。 不过魏力皇拒绝了,转而去了北大笑话韩全华。 韩全华虽然也在美国留学过,可是跟宋美玲没什么交情可言,蒋介石自然对魏力皇也是心存芥蒂。 在抗日胜利后,1946年11月,魏力皇带着夫人韩全华去美国考察。 很显然,此时的魏力皇,已经不被蒋介石信任了,不过,由于实在没有可用之人,1947年,蒋介石再次召回魏力皇,任命他为东北交匪总司令,不过,魏力皇对蒋介石只恢复听话。 1948年,蒋介石一作诗容积最彻了魏力皇,1949年,魏力皇带着家人去了香港,此后一直到1955年才回到大陆,受到了热烈欢迎,没想到回到大陆此后,魏力皇因病去世,安葬在八宝山公墓。 魏力皇死后,魏力皇死后留下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,其中比较为人熟知的是第三子魏道然,是气修领域的高级工程师,还当过北京政协委员,如今已过古稀之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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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